大家好 我是田园 今天要分享蒜蓉虾炒饭 这是用炒虾的底油炒出来的米饭 蒜香十足非常香 用新鲜或冰鲜的虾 这里我用的是带壳 相对于开备和去壳的来说 带壳的虾鲜味保留得更好 需要把虾馅挑掉 挑虾馅的时候 要从尾部最细的尾巴开始蒜 第三节的部位挑出来非常容易 准备蒜头 需要的量比较多 切磨 蒜蓉切得细而且均匀 炒锅里放橄榄油 油量稍微放足一些 因为一会还要用它来炒饭 先炒蒜蓉 用小火慢慢炒 蒜蓉在橄榄里小火慢炒 不焦不火非常香 炒香后把虾放进去 同样用小火翻炒 放一些调味料 放一些调味料 很简单 出一点盐 和一点糖 但香虾还可以让鲜肉更加鲜腆 快熟的时候再撒一些黑胡椒粉 虾肉吸爆了蒜蓉的味道 会非常鲜美 当虾完全卷起来的时候说明熟头了 取出来放在一边备用 记得把火先关掉 打两个鸡蛋 加一点点的盐 打散 锅里的蒜蓉先推到一边 重新开火 当油稍微热的时候把蛋液倒进去 这时候仍然用小火 我不追求煎蛋的时候蓬松的效果 只要把鸡蛋炒熟就行 现在可以放入米饭 如果你要蒜香很浓郁的炒饭 米饭就不要放太多 我用的是热的米饭 刚刚煮出来的 如果你是剩饭的话 最好放微波炉加热一下 让它保持热的状态 再放进去炒 这样入味更好 具体的我后面会做详细的解释 放一些葱花 翻炒均匀 这时候可以在调味加盐或者黑胡椒粉 香香的蛋炒饭加上鲜美的虾仁 田园的丝房蒜蓉虾炒饭 看起没有太多的调味料 也没有大厨潇洒的锅气 却实实在在的好吃 炭一些新鲜的蔬菜 准备一份简单的摊 这就是我和乔夫今天的午餐 好香的炒饭 乔夫你说好不好吃 我已经吃了两碗了 都被你吃光了 我要做这道菜的初衷是 最早我想做西班牙的蒜蓉虾 西班牙蒜蓉虾通常 一般是用面包沾着吃 我们中国人没有习惯 面包作为午餐比较少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留下来的那些蒜蓉 我把它做成蛋炒饭 非常非常香 我只放盐和黑胡椒 其他不要放 因为我喜欢 我平时做菜 大家看多了我的频道 你就知道 我不喜欢放更多的调味料 不仅是健康的角度说 就是从美食的角度 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 太多的辛辣调味过多 你真的会把你的味蕾搞麻木了 我觉得你慢慢的 慢慢吃蛋了以后 不是咸蛋那个蛋 而是不要加那么多调味料 那种蛋以后 会保持味蕾的敏感 我上次做了一个煎鱼 柠檬煎鱼 就是说我只放盐跟黑胡椒 然后再加上一些柠檬 有一个朋友说 我就没想到那么好吃 它只有三种调味料 对呀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调味料是辅助 是帮助食物的 而不是我们去吃调味料的味道 但我觉得在做菜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说 要靠调味料才能出这个味道 调味料只是把它辅助一下 真正是要让食物本身的味道呈现出来 你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蛋炒饭 你看你可以吃到米香 然后呢 它里面的蒜蓉 留下来的香味 加上虾的鲜味 鸡蛋也有鲜跟香的感觉 大米在这样的味道的作用下 它已经就呈现得非常好 这时候如果你再加什么 其他的什么酱油啊 料酒啊 或者什么蚝油啊 这些加进去完 你真的我是觉得浪费了这些味道 那从健康角度讲 我也不喜欢放太多的调味料 太多的调味料 因为有好多的调味料里面 各种的酱里面 它都有防腐剂 就是你一天吃一点 有时候迫不得已 你必须做出那个味道要加一些 但是呢 如果你大量的 就是所有每天的每一道菜里面 都是这种这么多的调味料 你看你一天要吃多少进去 对吧 所以我将来要烹调的 我的整个理念 我是很少放那些调味料 我不说不放 很少去呈现食物的本味 是我要做菜的 而且不但健康 而且呢 你会保留你的味蕾的敏感 你吃 包括你会尝到虾的鲜味 你真的你能尝到米的香味 跟鸡蛋的鸡 鸡蛋的香甜 这个蒜蓉 在炒的时候 是要用这个小火 因为呢 橄榄油最好不要高火 不要大火 蒜蓉也不要大火 这样子小小火慢慢 香味渗出来就行了 不要用高火 这样子也比较安全一点 另外呢 炒饭到底是用热的 还是冷饭来炒 就用剩饭炒 有的饭店师傅 他们喜欢用冷饭剩饭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家庭炒跟饭店不一样 饭店的那个锅 是锅气多足 所以他不能用那么大的锅气 他用热饭 他可能就炒过了 他要用冷饭在大的炉火下 他那种炒出来才刚好出来 那么我们家庭的这种炉灶都是小火 而且我今天所有的蒜蓉都需要小火 所以我今天这个饭要用热饭 就干煮出来的 或者冷饭拿去微波炉加热完饭进来 这样炒完以后马上混合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有问题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也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会有更好的美食跟你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推荐几款可以搭配炒饭的汤包 做法是要收田园加上菜名 请愿者在这个方法 做法是要用热饭的汤包 做法 通过食器 或用花来到这里 发光 还是需要 Uzme坛 可以毫有些人 可以 有时间 你 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